大妈一边拍影片一边叫嚣 不满睡在下铺的年轻乘客 没挪出空间让他歇歇腿 这段影片po出后 引发大陆网友热烈讨论 我们以一般的硬卧车厢为例 六个铺位 上铺 中铺 还有下铺 因为上铺和中铺上下都不太方便 但是床位边只有两个板凳座位 这就意味着除了两名下铺的乘客以外 其余四个人经常就要去抢着两个座位 然而随着时代改变 年轻人重视隐私 让这类传统共享式的车厢文化逐渐被打破 因为下铺不让位 而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我是非常理解的 那有的时候我的睡姿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 人家买的下铺 人家就是为了好好休息 不打扰别人 也不让别人打扰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有网友认为 能休息的公共区域太少 下铺让点位子出来 只是举手之劳 但有更多人认为 花钱购买的下铺 并非公共区域 自己拥有完整使用权 就算拉帘子 不让位 也不该被谴责 铁路公司回应 由于不违法 不会明令禁止拉帘子 也建议年长旅客 优先选择下铺床位 专家则呼吁 火车空间必须再优化 让旅客能有更舒适的搭乘体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